140情報,認住這隻鵬,2015年7月10日娛樂P58兩條半微博民進大陸說家當 近百部懷語片爭票房大餅爭得頭崩壓裂,到目前為止懷未出現大贏家 一般行家看好的小時代4級隊L 花開,以青少年為對象 極其兩票房就在4至6億之間 反而再過一周上話的竹妖記及煎餅俠,被視為今下一冷一熱的華題作 安樂Mhutvang老闆內漏 投資的竹妖記 好事多磨,是許成毅從夢工場回歸本土的力作 口碑一片叫好,但口碑爆棚的確是黑馬煎餅俠,主角董成鵬 圈中人都力稱他大鵬,在網絡上已有屌仙男網劇爆紅 他這部片身兼編,到,演三職,故事半真半假,中星客串 看過的人都認為他的才華可喜美當年拍喜劇之王的周星馳 內地影迷更視之為星夜接班人,從投資角度,煎餅俠無法和足妖記相比 但若要說性價比,則額保在大鵬身上,隨時是一次以小博大的好買賣 大陸接龍蟻S,人才背出,香港觀眾請記住和應鑽這隻灰 S.鷹,叫大鵬,肯定是明日之星 可否請記住 小六層 太陽